我們幫我們一起吃 很動的 這個 招牌 很喜歡 沒有 嗨 大家早安 今天是日本的第三天 我每天半天回來都 立刻秒睡 早安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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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一泡茶 昨天飯店有幫我們打掃 所以我們今天有新的茶 嗨大家 現在是快要八點 我們要先去吃Muji Hotel的早餐 他這邊自己有一個自己的 早餐食堂 我們兩個早餐今天也都很重 所以我把它連著起來好了 聽說他們的早餐還不錯 我們要來去看一下 我們今天都是灰色系傳達 就是灰色 到了六樓早餐區 這邊就是吃早餐的地方 這邊就是吃早餐的地方 早餐 直接用 這邊也有西式的 吃起來很不錯 吃起來很不錯耶 吃起來很不錯耶 我們的自助 我們要去早餐 法式料理Style的擺放 他們自己出的燒賣 蠻特別的 有蝦跟豬肉的 吃起來很不錯 這什麼就是困魄的臉 那上面是蘿蔔泥 哦 這個是我的第二輪餐點 這個是我的第二輪餐點 我拿了一杯熱紅茶 小蛋糕 這些都是MUJI他們自己有出的 然後優格 包包為什麼覺得日本的Style 看起來特別好吃 還加了一點蜂蜜 這邊有他們的販賣機耶 有茶耶 昨天在便利商店買了這一罐BB 好像很適合我這種旅遊的人 而且我又有一點視察 所以今天來喝喝看這個會不會讓我提神 BB靠你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張只是在入宿的時候 飯店會發的 譬如說哪一些是我們可以帶回家的東西 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帶 它這邊有特別寫 但是基本上 我覺得還蠻多實用的東西可以拿走 還不錯 如果你有來住的話 要記得可以帶這些東西回家 如果你住這個房間需要打掃的話 你可以按這個平板上面的選項 平板上面直接可以操作 很方便 我們把行李收好了 準備退房 我們突然發現好像買很多小東西 我們換手裡還沒買 第三天行李就爆了 對 我們行李一定微爆 然後我們在這個Muji Hotel是住兩晚 然後我們等一下換到另外一個飯店 就是APA的商務Hotel 就比較有在評價一點 所以新鮮打不開了 對就是很小 我已經預期應該沒辦法打開我們新鮮 一個新鮮都打不開 我們住這個Muji Hotel 我自己個人是非常的滿意 我很喜歡 就是那種文青感 感覺設計 又可以體驗Muji的產品 我覺得它這個idea很好 因為你用了之後就覺得 哇好好用 我好想下去買 因為它那個店就在旁邊 所以我覺得很棒 然後我也蠻喜歡這個房型 就是其實我覺得 以日本來說算大了 就是兩人房 對啊 它是長 它屬於長 它不是一個正房型 我會想念這間旅館的 我們特別整理乾淨 對啊 我們終於把這邊都打燒好了 Muji Hotel 掰掰 我們叫了這個日本的GoApp的計程車 讓我們下一個飯店 好像還蠻方便的 謝謝 很寬敞 對啊 超寬敞的 為什麼第一次下載 500塊 幾用券 這是我們今天的旅館 我選了兩碗 而且日本人動作很快 我剛剛check in 大概 三分鐘就結束了 然後放好我們的行李 這邊有一個成家 晚上可以來 今天是有一點陰天 大概是12月中左右 它這街道還是 蠻多地方有銀杏的 金黃色的銀杏很顯眼 你看看 我們現在要走路去銀杖的 星光三月旁邊的大福店 因為聽說那個 星光三月旁邊的大福店很有 很好吃 所以去看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排很長 耶 到了這一家大福店 平常我們進站的時候 就用那個西瓜卡 直接逼手機就可以進去 立刻 我們買了一把雨傘 因為今天下雨 很浪漫 兩個撐一把 我們買了兩把幾次 但發現它一把蠻大的 我們先共撐 對共撐 我們第一站來買這一間茶的伴手禮 我們前幾天在那個 新的觀景台的百貨看到 新的觀景台的百貨看到 好像很厲害 很適合賣這個給朋友 那天看到觀景台那家店是塞爆人 這家專賣店人比較少 好 今年特別口味 我剛剛聞了一下蠻香的 它有一點比較偏橘子的味道 它的包裝都做得很漂亮 沒有質感 我們現在 再去下一站路上 遇到這個 排隊甜甜圈 我們來排一下 在日本最近很紅 蠻好吃的 I am Donut 嗯 好 三個 它這個樓上原來是他們的廚房欸 它有人在這邊做 甜甜圈 然後他們就在一樓那邊賣 他們的分店好像在東京其實算蠻多的 買到了 我們剛剛點了一個 感覺是招牌的 I am Donut 但其實完全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嗯 那是一個Custard 一個 Husha點一個蛋 然後就是它的袋子 問號袋 這是我們點的三個不一樣的 他朋友有去另外一個分店 然後有抹茶的 可惜我們這間沒有 最左邊這應該是Husha點的怪口味蛋 今天是一個下雨的逛街日 我們現在在表餐道這邊 店都很漂亮 然後很多名牌 如果你要逛一些名牌的話 在這邊逛 很方便 有點像紐約Soho的感覺 就每個牌子都有一間店 餐道的這個Dior好漂亮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Kittyland 我想要幫他的家人買東西 聽說這一隻現在在日本很紅 現在來到下一家店 這一家叫做Namba Shuker 是一個伴手禮店 聽說它的糖 很好吃 真的很適合買給朋友 這間牛奶廠的裝潢也太漂亮了吧 好可愛喔 怎麼會弄得這麼美啊 你說你之前有吃過哪一個 Number 2好吃 他幫我拿一個 他幫我拿一個 OK 謝謝 來完了 回去吃吃看味道怎麼樣 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瞬間移動到中暮黑 這邊有幾間我想要去的咖啡廳 所以這個下午就來去幾間可愛的小店 第一家要先去一個叫Neal's的 網路上看很多人推店 來到這一間 好可愛的小店 他自己找位置的那種 差點跌倒 好可愛喔 這個是我們點的 我們點了一個千層Cream 然後還有 我點的這個是什麼 什麼他們的Signature 的茶 這條河就叫 木黑川 櫻花季的時候 這邊都是櫻花 櫻花季來會超美的 我好像看過很多朋友PO過 然後POLA說這邊會到處都是人 Meguro River 我們現在來到下一站 是這個 中暮黑的一個水果三明治店 它裡面的水果三明治很可愛 好漂亮喔 我們現在來到下一家店 是這個叫HUIT 不知道怎麼發音 是布丁的一間店 來日本就很期待要來吃日本的布丁 而且剛見人的時候這好像是最後一個 很開心 有搶到他們的布丁 我們在這裡的最後一站就是這一家 我們在這裡的最後一站就是這一家 就是可以看到後面地鐵 它這邊二樓的位置很漂亮 就是可以看到風景 剛剛逛完那個咖啡廳 發現旁邊這個店是台灣料理 畫得好可愛 來吃美味飯 日本人很喜歡杏仁豆腐 五三隻 我們吃飯前先來到圓樹站逛一下 這邊街頭也是很美耶 只有大衣服 揮手啊 我們現在從剛剛圓樹走到表餐到這邊 我們要去我們今天的晚餐 訂一個壽喜燒 到了我們的晚餐的地方 喔大衣啊 這家火鍋就是這種小火鍋制度的 然後它還會現場在這邊切肉 我覺得食材非常的新鮮 吃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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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吃茶碗汁 我很喜歡吃茶碗汁 喝茶的是蝦豆 蟹豆 這一間是我們一個出日本的朋友推薦的 點的是黑毛和牛 加點豬肉 我們要點的是杏仁豆 我們在前點 現在點的是杏仁豆 上面不知道是放什麼 葡萄乾還是什麼 是火茶Tiramisu 上面還要撒一些疑似金粉的東西 剛剛晚上吃完走出來早上白天這一條 小餐道德街 他晚上點讚漂亮 跟六本木的燈不太一樣 六本木是偏 銀白紫的感覺 然後這是金色的 滿滿的銀杏耶 這是我們今天的飯店 APA Hotel 就是日本很有名的連鎖飯店 果然非常的 小巧 進門就是一個桌子 床 我們兩個要擠在這床 然後小廁所 你們出來 嗨廁所 我們心理箱是真的打不開 對啊 不可能要在外面認識 我們剛剛看有人把心理包在外面 廁所是薑汁 小浴缸 其實廁所我覺得大小還OK 就餐廳一般廁所差不多這樣子 多個那個 浴缸而已 這是我們的行李箱打開後的狀態 一人開一個 然後我們就坐在地上 整理 然後再擺地攤 跳蚤市場 老闆跟大家介紹今天最好用的東西 就是這碗 那時候最開心 其實我第一天在LOFT有看到 但我沒看到檸檬的 應該還沒看到 我們今天在冬季買的 超級大的購物 而且是檸檬形狀 喔 它本來就是這個形狀 對啊 它配的檸檬很大 這很大喔 我幫你選的 後天再加上飛機 下192班機 進育圈 報到 對 不好意思 超重了 地攤老闆聖母 總之我們就 繼續我們的 開行李收行李的行程 然後大家就睡覺了 好累喔 晚安囉 大家早安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今天的行程是要去聯償一日遊 所以我們昨天跟前幾天有買了一些東西 我們就打算把這些到我們的早餐 介紹一下 這個是昨天在便利商店買的 好像是優酪乳 所以我其實是想要找無糖的優格 但是只有找到這個最接近的 布丁 因為我很喜歡吃布丁 Muji Hotel 我們的烏龍茶 我實在很喜歡喝這個牛乳 是它的 特別好喝嗎 好喝 但是我前幾天在那個百貨公司買的可麗乳 是抹擦口味的 我覺得很好吃 昨天有冰一下 我會喜歡買的 昆布三角飯糰 昆布三角飯糰的概念是 很鹹的意思 這沒有什麼料吧 就昆布而已啊 昆布可以直接吃喔 就像台帶 對啊 喔很好吃耶 以上就是我們的早餐 幾位選手 介紹一下 為什麼日本都一定要有那個大家的表情在右下角 壓力很大 不能偷打哈欠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出門去我們今天的蓮倉一日遊 現在9點37 我們趕快去坐車了 掰掰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蓮倉美景 那種女孩 超腫的喔 這種女孩又上線了 那也好懂喔 今天出太陽的東京 我們再去坐地鐵的路上 沿路好多漂亮的銀杏 我們現在來坐這個紅色的前草線 總共要換兩次車 到我們的蓮倉 好 對 現在要轉車喔 1 1 2 1 2 3 2 2 3 2 3 2 1 2 1 2 2 來囉! 來了!而且還有聖誕風格 十二分才發生啊 那個就是這樣知道 那個就是這樣知道 到了蓮昌這邊的七里冰站 它這邊也是靠海的地方 就很多餐廳 我們要先去一家叫Double Doors的店 就是很多人提見說 吃東西跟風景都很漂亮 Double Doors 來看一下 Double Doors 這個是我們點的招牌牛排炒飯 看起來是很厲害 而且很多那個蒜的炸的那種蒜 感覺很讚 Porsche查的是和牛 我們也有朋友大推說這個很好吃 D點子 Double Doors Double Doors 好吃嗎 Double Doors Double Doors 吃光了 好好吃喔 非常推薦 Double Doors Double Doors 所以呢 吃光 Double Doors 好像这么多 不过一个可爱的 ice cream holiday 这边有写拍照注意事项 因为大家都想要拍照 所以车子要很小心 出个油要带你一下子车 对啊不知道要干嘛 现在在延昌高校前面 我们要去道村 这边有一些可爱的店 银昌小车车 因为这边路很小 可能就是适合开小一点的车 比较方便 随便一个角落都觉得很漂亮 牛海跟一个建筑 我们到了这一家 The Sunrise Shire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在夏威也有来过 没想到它这边有分点 它里面都是橘色调 配着一个太阳 就很冲浪的一个店 这个是我点的Smoothie 它上面贴着真的有写Hawaii 所以Hawaii可能是它的第一家店 然后上面这些是 它这个好像是芒果跟鳳梨Base 然后上面有 那个椰子丝 Chiya tea跟红枣 我刚刚帮Porsha点一个这个 这个是热的Hojicha 它里面有加椰子的糖还是什么 蛮甜的 你把院长得好可爱喔 这一家店就是很有名 它可以在很靠火车 这边吃饭 但是我们已经蛮饱的 就在这边吃了 那拍给大家看 有机会来 可以来的这家店 它的特色就是 容易在这边用餐 然后它的火车 等一下会开过来 曾经式的一个体验 我们现在回到联昌站 好多人喔 这边就是比较有一些逛的 那些小店 它有一些伴手礼 而且有卖那个小电车的吊丝 还蛮Cute的 我们现在到联昌室室逛逛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伴手礼好买的 这是一个龙包专卖店 看卖起来 好可爱喔 天涯 芭蕾 看到這一間排好多人喔 好像吃賣咖哩可樂餅的 很香耶 大伯限定 用爆米花 大伯有開心嗎 發現一個貓咖啡廳 大伯一直被做成各種周邊 大伯人很好 很受歡迎 我們要準備回市區囉 裝成的 又到了高級座位區 推一下 買好之後呢就可以B 成功了 我們現在的行程是要來買伴手禮 東京車站那邊很多伴手禮 琳琅滿目的手禮都選 選擇混欄 每個都看起來好好吃喔 OMG 這很好吃嗎 這個茶飯很好吃 老闆很好吃的 像我喜歡的這個 還試試這邊很大荒 現在這個店還會選出剩幾個快要賣完了 製造一個稀有的感覺 很緊張 這個就是 咖啡豆 咖啡粉 在前往完汁那一兩口 繼續尋找伴手禮 對啊 這一個是東京很有名的伴手禮 不過今天賣完了 這是我最愛的餅乾 好多口味喔 車站限定 伴手禮天堂 迷失在東京車站 我是誰我在哪 這個東京站一番街 拉麵街 對拉麵街很多很多拉麵 很方便 快速吃完就可以離開了 有名的東京巴拿拿 每次都有很多特別的口味 有名的東京巴拿拿 每次都有很多特別的口味 多算 親子丼專賣店唷 那就要吃 招片 胡椒 這是親子丼來的 醬魚餃 蛋上加蛋 原本就有蛋了 又有一顆蛋 好吃嗎? 好吃 我喜歡比較 真的喔? 嗨 日本的朋友 跟我們的日本朋友來吃親子丼 不要害羞 他在這邊生活工作很厲害 很棒 很棒喔 真婚中 真婚中 真的有 大家有興趣在我下面留言 目擊中 自己也是 有興趣請在影片留言 謝謝 謝謝 開動 我想像剛剛找到這個Y1000 他說這個很紅 我完全不知道 說改善睡眠跟長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們現在回房間 來試喝一下這個Y1000 不知道是不是開來 他其實有一個七款 他幫我們也給我們 他其實喝起來就像羊肉多嗎? 嗯 很常那種 所以可以加綠茶 結論 我覺得呢 就是羊肉多 然後明天會看看我們睡得更好 好我們先送行李 不知道啊 他不懂嗎? 沒有他不懂 晚安大家 他睡覺了 我們的最後一碗 會不會想你的東京 他不是想我 不是 我還會能見到你 東京不知道下一次什麼要見 拜拜 晚安 晚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天 捨不得離開東京 我們今天早上要去 織公園附近拍個照 因為那邊拍鐵塔還蠻好看的 因為我們這次還沒跟鐵塔合影 我想說紀念一下 所以就早起出發去看一下 跟大家分享織公園到底好不好拍 我們要做這個前草 我們要先到大門 大門站 看一下 今天天氣比較亮 然後希望等一下太陽會出來 我們到了大門站 我們要從A-Rail出去 走到織公園 從這個真上寺走進去 今天星期天很早 所以外面都沒什麼人 哇 到了這個真上寺這邊一直直走 到織公園的路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鐵塔 這是這個公園的地圖 情緒有點像一個雞腿 大家好像常常都是在這個草坪這邊拍個照 這個景就是比較剛好 因為旁邊那個大樓 某些角度會靠得比較近 然後這個旁邊就是王子飯店 真的很近耶 不然王子飯店大家拍起來那個景都這麼漂亮 因為真的離鐵塔這個最佳景點很靠近 很好拍 屁股走屁股板 屁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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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在一起了 要準備退房 他還想花三分鐘看一下救國一邊 好帥啊怎麼辦 要退房了 我剛剛打開窗簾才發現一個小驚喜 我的房間竟然開得到晴空塔勒 這次來也很可惜我沒有去晴空塔附近 之前有去過 剛剛這票丟進去就可以了 很迅速 勝利找到電梯 好吃耶 推薦推薦 機場的Seven的食物好齊全 我們每次去市區的時候都賣光光 最後來機場買辦首領 最後一站了 日本人真的很會耶 還有雨田機場限定的圖案 非常少熟 哇 這個也賣光了 這個真的很燙耶 到現在還是超容易賣完的 居然幸運遇到不錯 拜拜 日本 再見 歐陽西布魯基 會想你的日本 你不是想我 你不是想日本 好想你聽聽名字喔 好想你 你不是說我